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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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又是我Idi 啊,好累啊 剛才這條樓梯真是好長啊 咦,什麼來的 什麼波都會走樓梯的嗎 原來我們都可以 模擬樓梯推動波屈走 就好像波在走樓梯一樣 這個模組就叫做STEPT 好了,事不宜遲 我們一起看看怎樣做 話明樓梯,最重要的 當然是一層層的梯級 不過,究竟是怎樣組呢 其實,每個梯級都是不同的 它們要有不同的高度和設計 每個梯級相差一塊板的高度 最重要的是 每個都要有斜面和高低之分 咦,等一會 我現在有很多梯級了 但是,我要怎樣才可以令它動呢 難道要把摩托放在它們的下面 當然不行 我還未組好最重要的配件 就是軸心 軸心的作用 其實就是用來推動梯級 當軸心轉動 就會推動梯級上下動動 第一個梯級會高了 第二個會低 第三個又會高了 如此類推 所以就會有高低的分別 如果這個時候我們放個波上去 你猜一下又會怎樣呢 其實就是因為有斜面和高低差 那個波就會由第一個梯級去到第二個 一直去到最後 嘩,原來軸心是這麼重要的 但是軸心是怎樣組的 其實軸心的砌法非常簡單 就是要在一條十字軸道 加上幾個室 最重要的是,在室的方向要不同 好像這兩款設計一樣 這樣才可以令到梯級有高低分別 先砌支架給它 利用孔磚砌在前和後 可以令軸心落在中間 哎呀,為什麼我的波經常變出來呢 我應該要怎樣可以防止到呢 加上兩條軸,就可以擋住波了 大家不妨可以想想怎樣改良步 有什麼方法可以弄長一點 轉的時候,梯級會有磨碳 怎樣可以轉得順一點 這些問題就交給大家想了 今集的時間又差不多了 大家記得留意我們下條短片 如果喜歡我們的短片 記得LIKE和訂閱 BYE BYE